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多慧日前正式加盟乐天啦啦队 除了帮球队应援Y 她也有开设YT频道来记录生活 近日她更新最新一集 来和大家分享自己比赛结束后都在做什么 这间影片一开始 李多慧特地买了好多零食以及化妆品 要给台湾啦啦队的队友们 整理完行李后就开车到机场 没想到抵达台湾出境时 有一整排的粉丝到厂街寄送小礼物 让她相当感动 接着她到饭店后休息一会 就到101去观光 然后又回饭店一路练舞练到凌晨 可说是超级敬业 隔天到了球场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凌香 两人害羞的互相称赞合照 结束一天行程后 李多慧顶着素颜在饭店吃泡面 影片在网上曝光后 也让不少粉丝很心疼 慢慢提醒女生不要练舞到这么晚 也要记得多吃一些台湾美食啊 请不吝点赞行订阅